为什么对枪支管制数一数二严格的加州 还会出现年仅16岁的美国学生 拿到枪支进入校园 来伤害同学跟自己的惨案呢 前美国总统柯林顿在受访的时候 点出了问题的关节 尽管加州限枪法案越来越严格 不只加州州长纽森 10月份一口气签署通过15项枪支限制法令 且即将成为法律 另外根据过去研究也显示 一系列的枪支管制令实施之后 确实有助于防止过去发生的21次大规模枪击 然而这次的校园枪击事件 却惊醒很多人心中发出疑问 为什么未成年的孩子可以轻易取得枪支 且决定在他生日当天要采取如此偏激的手段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